我們的家已經住了九年 浴室人保持著和入住時一樣的乾淨整潔 這期分享一些浴室的保養技巧 通過日常的維護 保用的工具與收納 深度清潔 和預防技巧 讓浴室一直保持著乾淨如新 浴室用品都上墻 方便清潔還能預防水垢 洗劑都用剪妝懸掛起來 毛巾架上裝個網架放臨時用品 清潔工具都用磁鐵吸在髮廊墻面上 乾髮帽是一體式剪裁 有很好的吸水性和包裹性 每天洗完澡後帶著它一起清潔浴室 用完浴缸後趁熱清潔 無垢刷一下就掉了 每天清理下水道濾網 不鏽鋼的濾網清潔簡單 還能一直保持潔淨 用液解水和刷子清洗排水口 預防發霉和異味 最後用冷水沖裡面浴室 煤均喜歡高溫高濕的環境 渾水降溫可以防發霉 牆面從上到下的順序刮乾淨水渍 台面從橫到下的順序刮 挖不到的地方用毛巾擦乾 這樣你很好的預防水垢 常開窗換器保持空氣流通 養成用完順手清潔的習慣 浴室也會一直保持乾淨 做完衛生頭髮也乾得差不多了 環保的再生纖維結合銅絲纖維 清潑透氣能長期保持潔淨 吹乾後頭髮很順滑 吹風機掛在洗面台的櫃門 視覺不凌亂 這裡收納著浴室用品 深度清潔工具箱也放在這裡 方便隨拿隨用 工具箱裡放著清潔劑 毛巾和手套 水垢用檸檬酸清潔 我會定期拆洗的花灑 刷子夠不著的縫隙裡 藏著很多水垢 烘裡放些檸檬酸粉 倒入適量溫水 將花灑和零件都放入水中 靜頭一個小時 浴室滿的膠圈下也隱藏著水垢 分些檸檬酸暖化10分鐘 再用備用的卡片刮一下就乾淨了 縫隙可以使用雅縫刷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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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用銀素漂白劑 在發霉的膠線上 分些漂白劑 進去一回 中完水就會變很乾淨 希望換良一新 浴缸管道鏈專門的清潔 浴缸管道鏈 浴缸管道鏈專門的清潔 管道內容易遮現細菌 定期清潔保持衛生 這樣每天都能乾乾淨淨的暴走 骨板裡面長期陰暗潮濕 是最容易發霉的地方 我會定期拆下來洗 跟一些銀素漂白劑 靜置一回再充洗 這個地刷可以調整角度 方便使用和收納 地面也用銀素漂白劑刷洗 消滅美軍 下水道用發泡粉深度清潔 濾網和蓋子都一起放進泡泡裡清潔 很快就會變得乾乾淨淨 洗完乾淨清爽 好不容易洗乾淨 預防必不可少 用煙霧防美劑 給浴室度一層保護膜 這樣能深度預防發霉 日常預防也很重要 防霧掛鍵 能減少空氣裡的美軍 排斥散散散貼濾網 方便清潔 做完衛生 感覺空氣變得更蓬勃 合理規劃日常維護 定期清潔和預防工作 讓家一直保持乾淨 願你的家越來越好 你今晚都會兒 台水 沒有